11月初日在税教就买金收地下税 想买新荷包要注意 如果是土地符合自用自替用地 天车中用地 钢约用地 也是符合无上提供公众通行的土路土地 充有费税率 也是减免要严格 要趕快来申请 地价税的自用住宅的话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它的税率跟一般土地差很大 因为一般的话我们地价税的话 它是用累进税率的话 它的税率的话是从千分之十到千分之五十五 那自用住宅的用地的税率的话 我们是优惠税率就是固定的税率是千分之二 所以它至少是差四倍 一般用地的地价税是采用累资税率真收 原本买5千块 申请自用自替用地的特别税率了 只要达1千块 可以减费负担 那么还有条件这么多 那它要符合什么条件呢 就是无出租 无营业 然后就是本人配偶 直系亲属要在那边设户籍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它的地上的房屋要是本人 土地所有权能或是配偶 或是直系亲属所有 那都市土地的话是300平方公尺 非都市土地是700平方公尺 然后还有就是说 在本人配偶和成年的受抚养亲属的话 也以一处为限 另外出水2点控酒楼 扣第4岁同样 要在开金40天进行 土地亚时邦山无人和变动 要把的时间资行请 要在9月23日资金进行 提出行请减免第4岁 把利红线除了到财税局整台 也会当往前刷定新宝 那是想要了解更多上市主信 会当到财税局往前扎顺 大家喜欢顺怀 彩虹波多